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智商高的人思维品质优良 学习能力强 容易在某个专业领域做出杰出成就 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智商与遗传有较大关系 但是通过后天的努力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为了提高智商 我们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做一个淡定 乐观 坚强 幽默的人 人的潜能是无限的 我们只有不断地学习 才能最大限度地开发潜能 获得成功 好了 小朋友 听小故事 长大智慧 我们的精彩故事 马上就要开始了 高级智商 一点通 遇到问题的时候 要多用联想的方式 有一种事物 联想到与之相关的另一种事物 几套线索聚在一起 就有可能解决了难题 制破命案的数学家 十九世纪 法国有一个数学家 叫格鲁厄 有一天 他去找老朋友鲁伯借宿 你看门人告诉他 两周前 鲁伯在房间里被人杀死了 家里的巨款也被洗劫一空 由于没有可靠的线索 直到现在还没有抓到凶手 格洛阿十分悲痛 同时他按下决心 一定要找到线索 查出凶手 给老朋友报仇 他想了好久 决定从公寓女看门人那里 了解情况 寻找线索 女看门人告诉格洛阿 警察在勘察现场的时候 现场也被凶手破坏 只看到鲁伯手里紧握着半块苹果馅饼 他还很肯定地说 凶手一定就在这座公寓中 因为在案发前后的时间里 他从未离开过值班室 没有看到有人进出公寓 没有看到有人进出公寓 格洛阿信入了沉思 一眼不发 过了半个时辰 他突然问女看门人 314房间有人住吗 他是什么人 女看门人翻了一下记录说 314房间住的是米塞尔 他是个赌徒 还爱喝酒 不过 他昨天下午已经退房搬走了 格洛阿信入 对女看门人说 赶快报警 凶手一定是米塞尔 女看门人看格洛阿SE 十分肯定 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就找来了警察 警察让格洛阿讲一讲 米塞尔是凶手的证据 格丽恩说 陆伯遇到了险情 他肯定会反抗 他临死前手里没拿武器 却紧握半块馅饼 显然是通过这馅饼 来告诉人们线索 馅饼的希腊语发音 读派 同于圆周绿派的读音 而圆周绿的近似值 就是三点一四 所以我断定 卢伯在失去反抗能力 离死之前 精致地告诉人们 凶手住在哪个房间 警察听了 记得很有道理 又问清了314房间 米塞尔的情况 更加认可了格洛阿的判断 于是全程搜捕米塞尔 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米塞尔就被捉拿归案了 精神讯 米塞尔果然是抢夺钱财 杀害鲁伯的凶手 鲁伯遇害 格洛阿很快找到线索 这是因为格洛阿 由馅饼的希腊语发音 想到了圆周绿派的读音 由圆周绿近似值3.14 想到了314房间 这成了破案的关键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遇到问题的时候 要多用联想的方式 由一种事物 联想到与之相关的 另一种事物 几条线索聚在一起 就有可能解决了难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